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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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氣管系的黃慧玲老師 個人的專長是 跟你我生活最貼近的 行銷與流通領域 我在大學教書 已經17年了 我目前最主要 教授的課程都是在 氣管系與經營管理研究所 博士班授課 大學部裡面 我最主要開授的是 行銷管理 通路管理 零售管理 與行銷企劃的課程 那在課程上 我也會輔導同學 考取專業的 行銷的相關陣仗 那也會輔導同學 參加企劃競賽 同學們也都有不錯的成績 那在博士班的課程裡面 主要開設的是 顧客行為專題 工業鏈管理專題 以及品牌管理專題 那在研究方面 我個人最主要有兩個 那個研究的主軸 一個是企業的市場導向與 創新績效 那最主要是談 市場導向的觀念與市場知識 對企業創新績效的影響 那第二個研究主軸 是運用關係行銷的理論基礎 來探討特許加盟連鎖體系當中 影響加盟者續約的相關因素 那當然商業管理的領域 應該是非常實務的 而不是在象牙塔裡面做研究 所以在近年的網路 與這個電子商務的時代發展之下 很多的新興的研究議題 也受到重視 比如說呢 今年我所指導的大學部專題的學生 就通過申請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他的主題就是運用行銷溝通的理論 來了解那個交費者使用Podcast的影響因素 那另外呢 我自己本身近期也參與了一項計畫 那主題最主要是涉及到 數位經濟發展之下流通事業的交易行為 與競爭法的規法 那這個議題事實上 它涉及了經濟法律與行銷流通的領域 那是非常實務的議題 那主要的研究結果呢 後續也會提供給政府單位做參考 在數位經濟發展之下 那我們氣管系呢 近幾年也跟著這樣的趨勢 做了一些調整 像我們現在所在的這個空間 就是我們今年都新建立的教室 是商業智慧的特色教室 那課程上面呢 也因應這個商業智慧做了一些發展 所以歡迎有興趣的同學 一起來加入我們這個大家庭 歡迎大家加入長榮大學氣管系的行列 歡迎 大家好 我是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的李女老師 我的學生呢 會叫我米宇老師或者是Michelle老師 今天很高興有機會能夠來向大家介紹 國際系還有我自己 我在國際系開售的課程主要包含英文簡報 國際商業書信還有國際商務溝通 這些都是在培養同學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讓同學未來在離開校園之後 可以能夠和未來的合作夥伴 不管他是來自同一個國家 或者是來自不同的國家 都能夠進行有效的溝通 以及良好的互動 我自己在國際系的課程 大多就是以英語來授課 所以國際系的同學都知道 修我的課一定要使用英文 不管是在聽說讀寫哪一部分 像在我的國際商業溝通課程裡面 同學不僅是要使用英文來聽我上課 也要使用英文進行小組討論 甚至使用英文和我們的外籍TA進行溝通 最後要使用英文 把其中跟其末的專案來進行簡報 在我的教學歷程中呢 我發現很多同學會把外語能力 喊國際化能力或是國際觀的養成 畫上等號 但是 外語能力並不代表國際化能力 能不能夠形成自己的觀點 運用自己已經有的外語能力 然後適當的能夠表達出自己的意思 給別人知道 這樣才是所謂的國際化能力 如果你要有這樣的能力 首先你要不間斷的外語學習 另外還要培養你自身的多元觀點 以及國際視野 然後還要在一個多元的環境底下 去訓練你自己的判斷力以及決斷力 這樣才能養成你的國際化思辨能力 成為一個全方位的全球化人才 各位介紹一下今天這個空間 這個是我們在去年2020年11月正式啟用的Global Plaza 各位可以看到在這個空間裡面 我們使用了大量的落地玻璃 也減少了許多不必要的隔間 主要是提供給校內來自不同文化 或者是國家的師生可以自由的交流 那目的是希望可以讓大家知道 這裡是一個彼此理解 互相尊重溝通無礙的地方 那麼我們為什麼要建置這樣的空間呢 因為我們覺得 培養學生的跨文化溝通能力 讓學生能夠學會理解他人 並且適當地能夠表達自己 這樣的能力對學生未來的職業 或者是生涯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剛才我們所提到的各項能力呢 你來到長榮大學國際企業學系都可以學到 目前在學校裡面我們有來自超過22個國家 大約400位左右的外籍學生 系上的老師可以帶著你進行專業的學習 我們有海外姐妹校的國際交換生計畫 你可以參加 也有短期交流的計畫你可以參與 多元文化的校園可以讓你培養你的溝通能力 海外的經驗可以拓展你的國際觀 各位你還在等什麼呢 歡迎大家加入長榮大學國際系 HELLO 大家好 歡迎來到長榮大學航運管理學系 我是徐文華 目前擔任航運管理學系的主人 我個人的專長與研究領域主要在幾個方向 第一呢是在國際因素產業 所謂的國際因素產業就是航空產業 跟航海產業它的經營與規劃 怎麼說呢 比如說你在網路上買了一件東西 這個東西可能來自於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我們就要去規劃怎麼樣 讓這樣的一件物品從全世界不同的地方 來到你的桌上越快越好 這是第一個部分 第二個部分是在風險議題的研究領域 舉一個比較簡單實際的一個狀況 讓大家知道 如果你來到長榮大學 你可能會有很多的機會去參加海外的交換計劃 如果你得到一個機會去到歐洲 這時候你就會開始擔心 我去到歐洲怎麼辦怎麼辦 你不曉得怎麼開始 一個風險議題的研究就是說 讓你去怎麼樣教你學會辨識風險是什麼 它有多嚴重 你應該要怎麼樣去處理 然後可以得到一些什麼樣的方法的協助 這個就是風險課題的研究 第三個是在電子商務跟物聯網的部分 在這個部分我曾經指導一組學生 他們做的是一個地方社區的課題 他們在長榮大學附近 這個社區其實有很多高齡的長者 那這些高齡的長者在工作日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家人都要去工作 但是他們又有就醫的需求 那如何協助這些高齡長者去就醫 我們就推出了一個無人車的一個想法 利用無人車跟物聯網的一個互動 協助這些高齡者去達到他的就醫的一個需求 那其實有一些有趣的議題 在航運管理這個領域裡面是出現的 那我舉一個例子來看 我曾經帶領一組學生去做北極航運的課題 北極大家知道在一個很冷的地方 那一整年大家可能想像中都是結冰的一個環境 那怎麼開船呢 那這個議題就牽涉到整個氣候變形的課題 牽涉到航運領域的新的機會 跟新的挑戰的問題 以及跟現有的一個運輸的一個方式的一個比較 所以同學們就激發了很多的一個想像 比如說要開多久啊 然後要用什麼樣的油啊 有沒有什麼樣的污染啊 對沿海的對沿著北極的這些人文 跟它的動植物會產生什麼樣的一個影響 其實是很有趣的一個課題 那在航運管理學系 其實有很多專業的老師也在做這樣的一個研究 比如說我們在航空運輸 海上運輸 法律與保險 經營與策略 還有這個在行銷跟人力資源的部分 都有專業的老師 那我們的專業其實是經過認證的 最近草原大學管理學院通過了全球商管學會的一個認證 AACSB 這個是我們的一個教學品質的一個保障 所以讓大家來到這裡要有信心 有這麼多專業老師帶你去做各種專業的一個實踐 談到實踐 來到航運管理學區 就不能夠放棄這個時間的機會 我們的學生會有機會去航空公司 船公司 機場 碼頭 國際運輸城南 甚至台灣高鐵 這些地方去進行 暑假的實習兩個月 或是學期的實習四個月 或是學年實習一整年 這樣的一個學習會帶來 會給他們最後的這個學習呢 帶來一個總結 實習的經驗其實是非常精彩又有趣的 最後叮嚀一句 來到航運管理學系 開啟你航空運輸 與航海運輸的旅程 大家好 我是長榮大學財務金融系羅敬水老師 我個人在大學時候主修會計 在碩士階段主修保險 在博士班階段主修財務 在大學服務之前 我曾經在民營保險公司 還有公營銀行服務達六年之久 這樣的一個實務的一個經驗 對於我在大學教書 有很大的一個幫助 背後所看到的一個資訊 就是即使的一個教育的一個資訊 個人過去的一個研究的一個方向 包括了經理人 薪酬還有股價崩盤 在行為財務的一個研究方面 個人偏重從投資人的一個 從重行為 還有投資人的一個情緒 來探討如何影響市場的一個 交易的一個行為 巴菲特曾經被形容世界上 最偉大的一個投資者 巴菲特曾經說 當別人恐懼的時候 你要貪婪 當別人貪婪的時候 你要恐懼 過度的一個貪婪 會造成資產的一個泡沫 過度的一個恐懼 會造成股價的一個崩盤 市場的一個行情 就是在投資人的一個 恐懼跟貪婪之間擺盪 我也積極協助學生 申請科技部大專生計畫 為了增加學生的一個國際觀 我鼓勵學生 申請海外解面校的一個交換生 最後我想說的是 投資理財已經成為我們生活的一部分 做好投資理財 讓我們未來生活更美滿 長榮財務金融學系 希望和你共創美好未來 我們要開始做好投資理財務金融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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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掣抖 哈遍大家好 我是長榮大學觀餐系的李維琴老師 很高興有這個機會 來為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長榮大學觀餐系 以及我個人 我之前是在業界工作 主要从事的是对日本的相关的贸易工作 那后来因为觉得想要再更了解一下日本 所以就毅然决然申请到日本留学 那目前呢已经回到台湾了嘛 所以我们就可以把在日本的所学 来跟同学们做一些很好的分享 那我在日本主要呢 研究是相关于观光产业的一些相关的议题 包含游轮观光客或者是其他访日的观光客的一些行为 还有他们的满意度调查 那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在日本从事观光产业 这些工作人员他们的工作满意度 以及他们有什么样的需求等等 都是我研究的议题哦 而这些研究呢刚好也开启了 我啊就是要实际呢去接触他们的食物领域 那希望说可以把我之前在日商的一些工作经验 可以跟他做一些结合 那事实上我们都发现 观光产业它是一个高度需要理论与食物结合的一个场域 我们在日本的时候我们看到了很多相关的灵活运用 那如果可以把这些相关的运用的例子 带回来给同学参考的话 我觉得会相当的有帮助 那我们在老师在日本的时候呢 为了要从事这个食物工作 也特别去考取了日本的领队执照 那也取得了在日本最大的旅行社 JTV旅行社带团的食物工作经验 在日本带团的时间至少有两年以上 那我们在这个工作里面 我们就可以带着很多的客人去参观非常特别的景点 在这样的一个食物工作经验里面 你会发现说客人满意的笑容 就是我们这个辛苦的代价的回馈 那也是呢让我能够从事观光产业 持续下来的最大的动力 这现在是合格的日语领队跟日语导游人员 所以各位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 欢迎各位可以来找老师一起讨论一下 帮大家规划好 你要怎么走观光产业这一条道路 主要我的负责科目有观光餐饮日文 还有我们的这个领队导游食物 老人姐说食物 还有我们刚才说的观光餐饮行销管理等等的科目 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务实的科目 除了我们的理论基础之外 我们还要举非常多的例子实际的例子来给同学 那并且呢我们会邀请很多的业界的讲师 也鼓励同学要多方的摄取不同的知识经验之外 还要把我们的外语能力给培养好 把大学这四年黄金的岁月做非常好的规划 只要你能够好好的把它规划好的话 我相信在毕业之前 你一定可以成就更美好的自己 那最后我们很希望能够有这个机会 能够在长龙大学观光系与各位相见 大家好 我是长龙大学观光与餐饮管理学系黄玉胜老师 同学们叫我小胜老师 老师呢平常的兴趣除了喜欢运动看球赛 更重要的是老师也喜欢到处玩到处吃美食哦 也就是因为老师平常的兴趣也连续到老师的专长 老师的专长是有游客行为的分析 游程规划以及产品的行销等面向哦 老师呢在系上教授的课程主要分为 基础学科的经济学 还有系上的共同必修八行国际礼仪 观光餐饮行销管理 此外呢在系上的专业模组课程 老师教授的还有游程规划与设计 航空票物 定位系统 语曲社经营管理等面向哦 其实啊观战技是一个非常实物的学系 就以老师上课的观光课程面向来讲 老师喜欢带着学生到户外学习跟探索 因为呢就由活动的进行 再回来印证教科书上面的理论 这样才可以引发学生去发掘问题 讨论问题甚至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哦 最重要的是引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跟专业领路的强化 此外呢老师呢也 这几年也常常带着学生去参加校外竞赛 藉由校外竞赛的过程 让同学可以应用平常在学校所学习的专业 OK以及更重要的是团体合作的能力 当然哦老师这几年也带着学生得到很多不错的成绩哦 系上的有关观光专业证照也是老师负责的 包含一年一度的国家领队与导游考试 主要分为有华语跟外语 此外呢航空旅馆邮乘等面向的专业证照 这些证照的考取除了要代表学生在学习过程的专业外 更重要的是可以连结未来的就业哦 以上有关相关产业的面向的课程以外 我们还加入了咖啡跟葡萄酒相关的课程 就以咖啡的课程来讲 我们教你如何从认识咖啡豆 品闻咖啡豆甚至有烘豆的能力哦 以及意识咖啡的调语跟拉发的技术 更重要的是这些就是要教你进入咖啡专业的重要基础 品酒的课程教同学认识品酒的一些基本礼仪 藉由酒的香气 藉由酒的颜色的变化 让你学习到有关酒的基本的服务礼仪 那你说老师我不喜欢喝咖啡因为有咖啡因 我不喜欢喝酒因为喝酒会有起红疹 那我为什么要学这个呢 那你就大错特错了哦 透过咖啡跟葡萄酒相关的课程的安排 目的就是要教学生培养一个有公安餐饮专业涵养的一个能力 这些准备就是为了要引接接下来的实习 跟未来进入就业市场的竞争力 藏龙大学观参系提供你充实的学习环境 我是小山老师 随时欢迎你们进来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